那我們現在就來檢測一下 自己的一個黏膜有沒有守護好 這邊有一張表 我們也請淑慧老師 幫大家來解釋一下 觀眾朋友你可以來看一下 這邊有列出幾個 應該是現象吧 對不對 算不算症狀也算了 大家可以勾一下 總共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題 老師說明一下 如果超過多少 就真的這個會嗨 其實只要出現一項 你就要考慮你是不是黏膜 真的有點弱了一點 一項 對 這裡包括眼睛干涉 包括你眼睛比較容易干涉 這個經常嘴破上班族最容易了 對 其實我剛剛就跟大家分享 包括你為什麼B2 B6 泛酸 泛酸 對 這些馬上就是出現 那事實上就代表你黏膜是損傷的 是弱的 對 那就代表其實你一旦弱 其實病毒就很容易 可是老師你知道嗎 當我們嘴巴破的時候 我不知道三位漂亮的女兒 妹妹會不會覺得說 反正我們都會去吃B群對不對 可是都忽略剛剛我們 還有提到說一些微量元素的補充 沒錯 這樣子可能還是 還是比較全方位的 所以觀眾朋友您可以自己勾選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聽聽看說 老師她的一個解析 那我們也看看我們這三位 這個水姑娘 她們有什麼樣的問題 她們黏膜有沒有顧好 因為比較年輕 她照到底這個問題比較小喔 好 先看千千 千千是什麼 千千夠了兩個 眼睛痠跟鼻炎 鼻子常常容易很癢這樣 會癢就對了 就是裡面很癢很乾 然後很癢這樣 然後眼睛容易乾跟痠 然後會流眼油 偶爾會流眼油就對了 流眼油 就是因為很痠 然後就會突然 就很痠 然後她就會突然流眼淚這樣 連博士都笑 博士想說你那麼年輕 怎麼會流眼油呢 好 那個邊邊呢 會是眼睛乾 邊邊好像比較小這兩個 兩個 OK 可是我是便秘 我們知道你很常黏膜 也可能比較不好一點點 是不是 我剛才講那個大腸癌 我就覺得很緊張 你還年輕 但是年輕就要保養了 對 沒錯 就得注意 來 瑀萱呢 耶 我有三項 所以她是第一名的 不是說你第一名 對 多一個 我最常發生的就是 這個口腔破掉 就是你常常會嘴巴 嘴巴 嘴破 嘴破 對 然後我在想要可能是因為 可能工作時間跟睡眠時間 對 我覺得不固定 對 然後再來是我也有 就是很容易換季的時候 或者是灰塵比較多 氣溫變動的時候 我也會很容易打噴嚏 對 老師會不會是 因為她們是年輕 所以大概都這樣症狀 那比較年長的 會不會當然就有什麼膀胱 或尿道經濟化 沒有錯 因為年齡有不同 是不是 對 那她們是算輕微嗎 可是你剛剛說有勾一項 就是啊 就要注意了 你剛剛覺得她們三個 全部都是有眼睛乾涉的問題 你知道嗎 眼睛乾涉最主要 直接連帶響的 就是維生素A不夠 因為維生素A缺乏 就是肝眼症 對 那肝眼症 就是代表你本身的 黏膜的濕潤度 是保持不夠的 所以你看黏到後面 你說為什麼感覺 鼻腔也是乾乾的 或者是說你那個鼻子 會感覺裡面怪怪的 其實我發覺最近我們的冬天 事實上是比較乾燥的 那很多人都會常常 像個瓶一樣 它會流鼻血 會 你知道事實上是 因為就是太乾燥 所以鼻黏 你一旦用力 黏默的細胞就破裂 你就會出血 所以這些都代表 你們的黏默是不夠強壯 所以比如說像維生素A 維生素C 事實上都是缺乏的 你們要適當的好好的補充 那一樣的道理 你黏默要重新更新 所以像C或是鑫 就微量元素的部分 對 你必須要跟著一起 要不然你的細胞更新的 太換就是太慢 也一樣沒有辦法強化 是 所以這些都是要提醒大家去注意 那的確是 年輕人都大概就是 顏口鼻 口腔 對 顏口鼻 可是老年人不一樣 老年人大概就是腸胃道 跟所謂的泌尿道 甚至系統 就是這裡 老年是可能 為什麼 腰以下 對 因為年紀越來越大 很多我們所謂的 磁激素的保護就不在了 所以很自然 所謂我們的泌尿道系統的 黏液的分泌就減少 就變得乾涉 那一樣感染 就會一時繁複的發生 因為長輩們 可能除了這個 就是眼睛這邊也有之外 它可能會又慢慢往下 對 沒錯 所以年輕就要 趁年輕就好 是 其實這個都馬上 就一連想到 你就是這些都是不足 這些營養素不足 你就是應該日常生活 就要好好的注意一下 對 謝謝老師 我覺得就是說 真的要保養我們的黏膜 強化免疫力 我覺得還有一個要從 生活習慣開始 就是像剛剛講的眼睛 然後嘴巴很容易破 其實這跟睡眠有關 所以第一個 一定要好好的睡 然後早睡 那我覺得這很重要 然後還有第二個 就是飲食習慣 就是一定不要吃冰冷的 然後還有就是辛辣 這種因為會刺激胃 腸道的黏膜 然後如果你又沒有好好睡 它也沒辦法修復你的黏膜 所以狀況就會很嚴重 可是你們應該都會吃辛辣的 而且會吃冰的吧 對啊 冰的一定要吧 冰跟辣一定要 我想問那如果也您吃葉黃素 有幫助嗎 一般來講 葉黃素是在黃斑部病變這一塊 跟肝眼症其實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你這個時候要補充 其實是維生素A 好嗎 好嗎 好嗎